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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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是他出生后的第二十一个星期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觉得累累的 真想睡一下 可是主人又快回来了 阿法 你把家里弄成这副模样 想要不累也很难吧 不过等一下主人回来 他才是真的累哦 哇 你又搞成这样 阿法又皮又爱乱咬 每每自己在家的时候 总会把家里弄得一盒乱 主人每天下班回家 都得拖着疲累的身躯继续打扫 书上说 教狗狗要有外星 打骂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因此他总是无奈地看着阿法 你又要乖知道吗 我不乖吗 我觉得我已经很乖了 其实阿法的确是很乖的 只不过住在公寓的环境 让阿法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皮肋没有地方发泄 他只好自己想办法 找些新鲜东西来玩 主人的桌子好像百宝箱哦 我每天上来看 都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 发现新目标 自从阿法站起来 可以拿到桌上的东西 主人就得小心翼翼地保管所有物品 因为只要被阿法拿到的 不但很难拿回来 而且通常只有一种结果 我的眼镜 我的本子 我的笔 不知道桌上还有什么东西 我来看看 阿法 糟糕 你好想怪兽哦 阿法的体积越变越大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豆子哥哥 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因为粗鲁的阿法 每次去找豆子玩 总会把豆子吓得全身发抖 豆子哥 你怎么会全身发抖啊 你很冷吗 还是你害怕 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的 都是你这个大块头 每次这么用力抓我的龙子 我真的不怕龙子被你撞倒耶 豆子 你会不会害怕 我帮你搬家好不好 控制不了阿法的行为 主人为了豆子的安全 还是决定把他的家搬到楼梯间 这样一来 豆子总算有个安静的地方 可以休息了 真是被那个讨厌鬼害惨了 害得我得住到楼梯间来 哥哥 这是你的新家哦 你家里面这个电台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哭哭哭 骑机车要带安全帽 帮豆子搬完了家 今天阿法的主人要试着带阿法出门 教他怎么样坐摩托车 爸 乖乖哦 等一下上车哦 哇 坐车耶 哎呦 好挤哦 这怎么坐得下嘛 为了让阿法熟悉坐摩托车的感觉 主人特别找了一处空地让他练习 这什么声音啊 怎么还会动 慢一点 慢一点 哇 有风耶 好好玩哦 不要骑这么快啦 原来坐摩托车这么好玩啊 看阿法坐车这么稳定 主人决定直接带他上路 去看看他们的新家 哇 这是哪里呀 怎么看起来黑黑的又破破的 这里是你的新家哦 为了让你有更宽敞的活动空间 主人决定以后要搬到这里 开一家自己的动物医院 这样一来 他以后就不用出门上班 而有更多时间可以跟你相处咯 啊 这里的阳台好大哦 你们一定追不到我的 这阵子阿法最感兴趣的活动 就是刷牙 每次他只要闻到牙膏的味道 就会迫不及待地跑过来 这个牙膏的味道真的很香 主人说这是牛肉口味的牙膏 用完以后要买鸡肉口味的给我 慢慢刷 刷干净一点哦 宝宝 好 今天刷牙刷好了 好 好 刷好了 再刷一下嘛 我觉得好像没有刷干净耶 真是的 想刷久一点都不行 那是什么啊 趁主人去收牙膏 赶快把它拿下来看一看 不知道这是什么耶 不过我觉得这一定是吃的 宝宝 每次装在罐子里的 我都吃不到 想用球跟我挂 不要 我才没那么笨呢 看来阿法是越来越聪明了 不管主人怎么诱惑它 它就是不肯放下雪里的玉米饭头 怎么样都不为所动 先休息一下 我一定可以的 狗狗坏坏 扑马 连主人的女朋友都咬坏 背部 咬坏电线店都自己 坏 明头 连续咬坏主人五支手机 坏 哪一家都不行啊 怎么这么坏啊 怎么这么轻 怎么这么坏啊 没有狗狗坏 只有主人不懂why 想了解狗狗心事 就要看狗狗坏坏 哦哦 今天的问题来咯 请问 如果主人不在旁边 也有方法可以帮助狗狗 不要乱叫吗 上个星期介绍的狗狗防肺方法 是需要主人在旁边协助执行的 不过有些商品是不需要主人在旁边 也可以预防吠叫的哦 哇哇哇哇哇哇 哇 小心哦 耶哦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种防肺商品 是利用触电的原理 来制止狗狗吠叫 这种防肺项圈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主人只需要在黑色的小盒子里 放入六伏特的电池 然后把项圈带在狗狗脖子的下方 当狗狗大声吠叫的时候 黑盒子就会自动改定 同时释放出电力 让狗狗有触电的感觉 洗澡之后 狗狗就会因为害怕触电 而改变吠叫的行为咯 我是盲剑客 你家的狗狗在车上 看医生或者是上美容院的时候 是不是会叫个不停呢 防肺眼罩就是专门为狗狗在不熟悉的环境所设计的哦 防肺眼罩的主要功能 是透过遮住狗狗的眼睛 减低它对环境不熟悉的恐惧 来减少狗狗因为害怕导致的吠叫行为 这种功能就好像奔跑的马匹被遮住眼睛 它就会勇往直前哦 人听音乐用音响不稀奇 狗狗听音乐也用音响才奇怪 不过虽然狗狗不是真的会用人听的音响 但是现在还真的有专门为狗狗设计的音响哦 这是经过专家研究后 所设计出来的狗狗专用音响 它播放的不是音乐 而是狗狗的笑声 因为根据专家的研究 狗狗不但会笑 而且狗狗的笑声还有平静安抚 其他狗狗情绪的效果 只要每天让狗狗听到这个音乐 就能够减低狗肺的几率 最适合有分离焦虑的狗狗用哦 每一只狗狗的个性不同 适合的防肺方法或者产品也不同 建议主人应该找出适合你们家狗狗的方式 才是最终的改善之道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